就觉得怎么在这个马来西亚里面 要结婚这么难的 一点点资料也没有人去做整理 我们会教你们怎样创业 怎样set out一个公司 这仅仅是foundermethod.com的短视频编辑 您将会通过线上网络 直接从成功的企业家 及专业的企业顾问身上学习 我们提供两种类型的会员 免费会员和付费会员 免费会员可以免费参加 现场的线上网络课堂培训 付费会员可比免费会员方便得多 付费会员可以选择参加 现场的课堂培训 同时也可以享受 所有完整版的课堂语音视频和下载 预知详情 请游览foundermethod.com 谢谢 和祝您好运 Good luck 工作不到三个月 我就自己辞掉这份职位 然后就去闯业了 然后就这样闯业了 都是丢专业 所以这种专业人士越来越专业的时候 他们的时间性就会被绑死 好玩会绑死的时候 你这个职位在他们要结婚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 OK 来 你们可以来到我们家影楼 OK 我们会有时安排学生呢 是来这边呢 就是可以 你们可以用readlist的地点来见客户 所以我们theoretical教完了你之后 designer会带你上来 带你上来 然后就告诉你什么叫做一件事的 什么叫做长托 什么叫做中托 很多人有时候在我们的立案里面 结婚的时候 因为一场婚礼 两个倾家闹翻 但是婚礼照跑 婚姻照结 但是以后隔不来往 所以你说 wedding planner 的智慧重不重要 如果你能帮他们解决完 所有的这种纠纷的话 他能够成就了两个人 和两个家庭 的幸福美满 最重要的是什么 看客人吧 有些客人觉得他喜欢把他的budget majority放在牌照 有些客人全部把他的budget放在吃喝 有些他全部都不要 他要放在哪里 那其实一场婚礼最重要是什么 是以客人为标准 客人认为重要 对对对 那最重要 不是你认为哪一个重要 但是我们可以从旁引导他吧 嗯